哈嘍大家好,我是真知茂 每当风之谷有活动推出 又或者是完成一些成就的时候 游戏经常的会赠送一枚勋章给玩家作为纪念 勋章除了证明有参与过相关的活动之外 也有着不少的属性加成 有些勋章拥有强大的属性加成 而有些就单纯只有纪念价值 有些则是期间限定有非常强大的属性 只要时间一结束 就会变成没有什么属性的纪念勋章 在风之谷中 有着上百种甚至上千种的勋章 每个勋章都有着不同的属性加成与取得的经历 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要来介绍 风之谷历史中前几名有着强大属性的勋章 有哪些已经绝版了 又有哪些还能够取得 又有哪些在全伺服器中 只有少少的几个人拥有 其中的排名 还要看角色本身的机体、职业 与所灭度过要的防御力来判定 所以排名部分仅供参考 并且是用我这只暗影神偷的能力值面白去判定的 征服的部分仅供参考就好 每个人计算过后的征服都是不一样的 第十一名 黄金树勋章 8点攻击地义10点全属性 与2%Boss伤害 所计算的征服为0.7% 为2018年5月的 成长宝黄金树活动中获得 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透过打怪来获得露水 将所获得的露水 去活动地图种植植物后 取得黄金叶子 再加黄金叶子给黄金树来成长 即可获得奖励 而最终的奖励 就是这个黄金树勋章 第十名 兽魔王者勋章 20点攻击力15点全属性 所计算的征服为0.73% 是2013年开放的兽魔激动系统的相关活动 主要文法是 到野外地图抓捕怪物 将抓来的怪物进行强化 升级 与配发一些装备与技能 之后再与其他玩家进行对战 取得排名的积分 活动结束之后 并依照积分的排名 给予相对应的勋章奖励 全伺服器的排名中 积分最高的那一位玩家 将会获得兽魔王者勋章 所以这个勋章没意外的话 整个游戏中 只有一位玩家有赠品而已 第九名 RB打人勋章 21点攻击地 21点全属性 所计算的征服为0.84% 为RB打人活动中 完成活动条件后获得 活动近几年有复刻过不少次 想要取得玩家 还是有机会的 玩家需要在活动的限定期间内 到RB伺服器中 创立指定的职业 并到达指定的等级 等活动完整结束之后 即可选了将奖励发送给指定的角色 目前有郭冒贤者 皇家骑士团 等等的创立任务 是目前复刻活动勋章中 可能性最高的一个 第8名 混沌贝伦杀手 5%Boss伤害 所计算的征服为0.87% 为游戏中能够常驻获得的勋章 玩家只要完成路塔必斯的前置任务 即可开始任务 需要击败10场的混沌贝伦 才能够获得混沌贝伦杀手勋章 取得4个路塔必斯杀手的勋章之后 就可以接取路塔必斯之王的任务 只要再击败10次的 4个混沌路塔必斯Boss 就能够获得路塔必斯无拒者的称号 算是游戏中数一数二好的称号 第7名 多多女皇救援者 两点攻击力5点全属性 与5%的无视防御 所计算的征服为0.91% 同样为游戏中能够常驻获得的勋章 玩家需要完成挑战 普通希格诺斯的前置任务 即可开始任务 也是跟路塔必斯杀手差不多的内容 只是需要消耗的周数比较多 多多女皇救援者 需要玩家击败20次的普通希格诺斯 完成之后即可获得勋章 第6名 绝对味觉传说等级料理师勋章 8点攻击力13点全属性 与3%Boss伤害 所计算的征服为0.92% 为2017年9月的 绝对味觉小厨神士尼 活动中获得 活动内容简单来说 玩家需要透过几把怪物 来获得各式各样的食材 食材有数十种之多 每种料理所需要的材料都不同 虽然同一个料理所需要的食材相同 但是所需要的数量不同 玩家们只能一个一个慢慢的去尝试 完成一道料理之后 可以获得平分 当所有的料理都获得最高评价的时候 就能够获得绝对味觉传说等级料理师勋章 另外 有时候玩家会发现 角色突然间获得了一个 传说阶级料理师的加持效果 的Buff 那个经验加成就从这个活动中获得的 可以提供给全伺服器的玩家10%的经验值加成 第五名 驱逐者 28点攻击力的20点全属性 所计算的征服为1% 为2014年刀剑神月合作活动中获得 在活动中 玩家可以扮演其中的角色 来攻略活动中的副本 根据玩家攻略的次数 来获得相对应的勋章奖励 其中的驱逐者勋章 根据我查询到的资料 勋章是给予 通关次数排名前15名的玩家 如果那个时候 台服也是沿用这个规则的话 那么有正品的玩家 应该算是非常少数的 第四名 REE从您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勋章 30点攻击力20点全属性 所计算增幅为1.05% 为2017年的 REE从您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合作活动中达成条件 并于合作活动结束后 赠送给达成条件的玩家 虽然说是赠送给玩家啦 但是这个条件非常的困难 在这次的合作活动中 有4位角色的套服和鞋子 玩家需要收集 指定2位角色的强化套服和鞋子 活动结束之后 才能够获得对应的勋章奖励 想要一件强化的时装 就必须要有一般的时装 和一张强化券 一般时装丢在时尚随机箱之中 和其他角色的时装一起抽 而强化券的部分 则是丢在指定的转弹机中 简单来说 我想要某的强化点桩 我就必须从时尚随机箱中 抽到某的相关点桩 再从盗贼转弹机中 抽到某点桩的强化券 如果想要活动限定的椅子 还要从潮流转弹机中 才有机会获得 等多应的强化点桩收集完成 合作活动结束后 才会发送多应的勋章给玩家 第三名天赋红色 7点攻击力 7点全属性 与5%的Boss伤害 所计算的增幅为1.15% 为目前上层MVP 常数可以获得的勋章 红色是目前上层MVP中最高的等级 需要在三个月内 有在购物上层中 消费满4万点以上的点数 才能够获得红色MVP等级 到达这个等级之后 MVP礼包可以给所有角色使用 礼包中除了风味点数之外 勋章 顺一时 药水 戒指等等的道具 每个角色都可以领取 当然一旦红色MVP等级降了下来 等到礼包结束之后 所征充的东西也会跟着消失 第二名 七日固寓公园看守者 7点攻击力 7点全属性 和10%的无视防御 所计算的增幅为2.48% 同样为游戏中能够常数获得的勋章 只要角色手势进入固寓公园 就可以开始任务 玩家需要在星期一到星期日的7个星期中 每个星期通关77次的固寓公园 7个星期都通关77次之后 即可获得7只固寓公园看守者 每次通关固寓公园之后 就可以获得一个星期箱子 每个星期中 有些会开用那个星期的凶章 收集7个星期的凶章之后 可以合成7日的凶章 7日凶章搭配7日凶章一起使用的话 总共可以获得3排10%的无视防御 如果未来Boss的防御率在往上提升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 在可以稳定获得蓝圈加倍的情况下 建议礼拜六日的箱子都可以留下来 以防以后想要充等的时候 没有蓝圈加倍可以使用 第一名 人类最强 16点攻击力16点全属性 焊5%暴击几率与5%暴击伤害 所计算的增幅为2.68% 为2014年的晋级的巨人合作活动中 开始在活动中获得的箱子 有低几率获得 据于之前的资料看下来 这个勋章好像非常难开的样子 甚至有人开到的时候 还有类似 原来真的有放 之类的留言 以勋章来说 这个勋章给他第一名 应该不算过分 毕竟有暴击几率又有暴击伤害 已经满暴击几率的 又可以在战地或传授等地方进行调整 但一个勋章就有暴击伤害 跟现在的企业套中有得比了 前面都说一些 打王造成伤害比较高的勋章 当然勋章的部分 还有一些方向比较不一样的最强勋章 这边就稍微提一下吧 微博专家 5点攻击力 12点全属性 和20%最大血量 属于目前还可以取得的勋章 后续会不会突然关闭 只能说有可能 为各5G丁系列任务完成后 接取后续解救职员的任务 完成100次任务 每天可以完成3次 最少需要34天的时间 就能够获得恶魔复仇者的最强勋章 除了这些增加伤害的勋章之外 就我所知 风之谷中有出过一个 可以增加经验值的勋章 异世界生活勋章 10点攻击第一 10点全属性 和5%的经验值 获得的方式 与RE从您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勋章类似 一样的 都收集指定角色的强化套服和鞋子 而异世界生活勋章 所指定的角色 和RE从您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勋章 完全不同 所以那时候如果想要获得两种勋章的话 就需要将4个角色的强化点桩都收集齐全才可以 影片中的效益 是用我自己的角色的机体去计算的 实际的增幅还会受到一些环境和技能的影响 效益和排名的部分 还是参考一下就好 另外 游戏档案中还有几个不错的勋章 只是我不确定有没有推出过 如果有参与过这些勋章活动的玩家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给大家知道 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帮我点个订阅点个喜欢 如果可以的话 帮我分享出去让你的朋友知道 那么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